中央速毒局在一场击毒行动中 起获市值超过72万元的毒品 并逮捕三名涉嫌毒品活动的本地男子 他们的年龄介于21岁到31岁 速毒局这个星期五突击检查 石龙岡路上段的一个私人住宅单位 发现近9公斤的毒品 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大麻和冰毒 其他违禁管制物品还包括 474克海洛因 220克可卡因 以及4800多颗埃利民5号药丸 另外执法人员也在屋内发现超过4万元的现金 以及一些奢侈品 当局目前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